確診之後信譽下降會傳染給對方 什麼意思 沒有啊沒有信譽下降 依然充滿了熱情啊 我想尿尿 我先尿尿等我一下 哇尿超久 尿不完耶很尷尬耶怎麼會這樣 等我一下 確診後一陣嗎 這我覺得可以分享一下 我確診的第一天確實蠻嚴重的喉嚨不舒服 很累 然後 一吸大口氣就會想要咳嗽 然後 呼吸要比平常更用力 對 然後三天後就沒事 但我快篩 一直到第10天才是陰性 確診之後信譽下降會傳染給對方 什麼意思 沒有啊沒有信譽下降 依然充滿了熱情啊 呵呵呵 瘦子當爸 我跟你講 我超想要當爸爸 我超想要生小孩 但 就找不到人了 我不知道要怎麼辦 就是 我很想要 趕快有個小孩 對 然後 對我不知道 我不想跟我小孩 年紀離太遠 對 因為我覺得 有小孩 可以跟小孩一起玩蠻重要的 所以 我蠻羨慕現在只有小孩的人 就是同年紀也同配 我原本預計是28歲就要結婚生小孩 但因為出了一些我個人一些不太好的事情 所以 就 把計劃延後了 因為我想讓我的生活更穩定 我想尿尿 我要尿尿 我先尿尿等我一下 你要問啊 你又不問 哇尿超久 我真的沒想到我尿那麼久 不好意思 我先沒看到鏡頭轉 鏡頭一轉很尷尬 尿不完耶 很尷尬耶 怎麼會這樣 等我一下 等我一下 好 尿完尿 洗手 我要洗手 我要洗手 我變錯了 喝 喝 喝 哈哈 哈 給氣球吃光 眼看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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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慢慢慢慢的 抱著 哈嘍大家好 我是何浩晨 哈嘍 大家好 我是李柏益 哈嘍 大家好 我是柏舒瑤 哈嘍 大家好 我是李懿杰 一直覺得 樹母座跟水瓶座 應該蠻不合的 真的嗎 對對對 可是我還聽 看什麼看 快聽了啦 快了 字幕志愿者 李柏益